小子你想干嘛 我要取点钱呀 你看我编织袋都空了 你手放里面想做什么 难道他是要抢银行 你说他是抢银行的 抢劫呀 放下枪 不然 不然我就开枪了 我没枪呀 我不是抢银行的 你们误会了 别动 那你手放在编织袋里面干嘛呢 我丢 我竟然被当成抢银行的 这都是什么逻辑啊 我只是个收破烂的 不是抢劫的 你不要解释了 谁没事带一个编织袋 要来银行取钱的 我见都没见过 带着编织袋 不是来抢银行装钱的吗 不然还能干嘛 我 手别动 不然我就砰砰砰了 我说我是收破烂的 你信吗 不信 把他的编织袋拿过来 别动我的袋子 你最好别动 让我看看里面都是什么东西 哪个收破烂的带一堆东西 还有一堆钱 马上把它拿下 我真是收破烂的呀 我只是来领钱呀 你不信 你可以拿那张卡 去刷看看 里面几千个亿 妈妈 那个大哥 说他有几千个亿 是真的吗 小贝呀 你要好好读书知道吗 不然以后就会像那个哥哥一样 走投无路就学别人抢银行 你看现在都成什么样了 主要的还满嘴跑货车 妈妈 我会好好学习 当个有用的人的 你说你这卡里面有几十页 你真把我们当憨憨了吗 队长 要不然 我们先去汇报下经理 说不定他真的有难 你是不是呆呀 一个劫匪说什么你就信 他说他是你爸爸 你怎么不去叫爸爸呀 他要是真有几十亿 我就倒立吃爸爸给你们看 你们就不可刷下卡 好难吗 你见过抢劫一个人的吗 电视剧里面不都是这么演的吗 队长 要不然让他刷下卡吧 刷下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的 万一他真有这么多钱怎么办 不行你们不要让他骗了 这你们都看不出来吗 他说他不是抢劫的 又说他是收破烂的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收破烂能有几千亿吗 骗谁呢 你都说我是收破烂的了 收破烂拿便支带合理吧 好像合理 而且我又没有枪 我怎么抢银行呢 冤枉了 队长他说的好像是呀 是什么事 浪费我们那么多精力 害我们那么紧张 把他给我扔出去 我自己会走 放开我 现在怎么什么人都往银行里走呀 气死我了 害我以为这次要立功了 你想干嘛 你说我想干嘛 你既然敢还手 你完了 小子 今天你要是能安然走出这里 我给你幸 你会后悔的 你以为你是谁 给我把他抓住了 让他尝尝我的大火锅 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 照亮我一路前行 我看你们谁敢 呆鹅给我去办了那个队长 我呆鹅的老大你也敢懂 这家伙怎么这么壮 告诉你 你弯了 在这里办不了你 会夹的路上消心电 你们还不打算放手吗 小姐 把我这张卡里面的钱 全部取出来 我不想再把我的钱 存在你家银行了 个 十 百 千 亿 十亿 百亿 千亿他 他真的有九百多亿 这个穿着普普通通的帅哥 真的有几千亿 不好的经历 有什么事 好好说 用得着这么慌慌张张 有人要取出几千亿 什么 没开玩笑吧 人在哪里 在银行大厅 你们怎么搞的 怎么让这么尊贵的客人 在大厅排队 快去看看 这不是十三先生吗 你们这里代客还真不一般呀 快把我钱都取出来 我不存这里了 十三先生 几千亿这么大的数目 不能一次取出来呀 反正我不想再存在你银行了 你近期帮我取出来就行 要是让损失这么大一个客户的话 我这经理的位置怕是保不住了 不要 十三先生 请给我们一次机会 哪里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们敢 那个收破烂的真的有几千亿 不会吧 这不可能 经理 我本想在这里低调的取个钱 你们保安队长就把我当成抢劫的 好 这也算是他的职责 后面也已经确定不是抢劫的 又要把我丢出去 你说这样合理吗 就因为我是收破烂的 就因为我带编制带来取钱 哥 你真没水了 谁带那么大的一个编织带来取钱的 十三先生 对不起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你就给我一个机会吧 我现在心情不好 马上给我取两千万 不然就全部取出来 快 快去准备两千万 经理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呀 去把那些预备金先拿过来用 经理 这上面要是怪罪下来怎么办 管不了那么多了 快去 妈妈你看 那个小哥哥好有钱呀 小贝呀 这叫做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豆量 不能够眼看人滴 知道吗 以后要好好读读书 像那个哥哥一样 做个有用的人 知道了妈妈 十三先生 这里是两千万 请十三先生不要生气 还有这张百夫掌黑金卡 也是给十三先生的 百夫掌黑金卡 这可是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 拥有他的人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听说持有他的人身份非尊即贵 他很好地诠释了真正的财富 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思维方式 而不是银行账号里的数字 只要拿出黑金卡 就传递出了你不是一般人 听说那是一张能摆平一切的黑金卡 今天我真的长见识了 看在这黑金卡上 我钱就先存这里了 希望下次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走吧 阿强带额 经理 你被开除了 走吧 不要啊经理 你私信太重了 你知道你得罪了谁吗 那个人可是地豪集团幕后掌权人 你自己好自为之 你不知道阿强和戴尔吗 给你个建议 你还是跑路吧 对了 收起你那可笑的玩具枪吧